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莲花 口出一句什么 恶言 如土什么 毒蛇 所以全世界最毒最毒那条蛇住在哪里 这里 全世界最毒的蛇 这条蛇怎么样 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很棒 也可以让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惨 这条蛇呢可以怎么样 可以造就了一个世界 可以毁灭掉一个国家 一切东西都是在这边 所以各位们以前听过一句话叫做一言足以新邦 一句话讲对一个国家就可以被振兴啊 但是一言怎么样 也足以怎么样 亡国 对不对 毫无疑问 对不对 所以这个讲话的力量就跟水的力量怎么样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水能什么 载舟啊 水能给怎么样 富舟 对不对 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决定在这句话怎么讲怎么用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在第九单元当中 要跟我来谈一谈的是如何善用演讲的什么 词汇 就是我们听到有些人讲话真的很漂亮 人家形容一些话的时候 听起来之后我们就真的觉得怎么样 云云落凉三日不绝 对吗 你会经常记住那些声音 可是呢 也有一些人讲话之后怎么样 你会什么 如耳边的顺风 一下子过去之后就什么 不见了 甚至有一些话语让大家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们要谈一谈是如何善用更多好的演讲的词汇 就在这边跟大家讲的一样 人的一生难免福无成成 不会永远如蓄日什么 东生 可是也不会永远的痛苦什么 咬倒 反复的一服一尘 对一个人来说正式磨练 因此服在上面的不必 骄傲 沉在底下的用不着悲观 必须用帅子谦虚的态度 乐观进步向前迈进 各位 我来回想一下刚才讲的这段话里面 用的最多的词是什么 相对词 一服一尘 一上一下 一个骄傲 一个悲观 一个进步 一个后退 各位了解吗 一个如蓄日什么 懂神 一个如痛苦是什么 潦倒 各位 所以来 这是要提醒大家的 第一个 人们对什么东西会有印象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我们大陆不是很多的顺口溜 顺口溜里面有很多相对词 OK 各位可以了解这个概念吗 为什么顺口溜 人们容易记住 因为那是相对词 所以你们如果可以在某一些地方 多准备一些相对词 平常做一些准备 写下一些相关的句子 你在台上运用跟说话的时候 人家就觉得说 诶 这个特别有意思 举例 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 积极的人像什么 太阳 走到哪里 哪里亮 那再来什么 消极的人像什么 月亮 初一 十五怎么样 不一样 听过没有 所以你会不会很容易记住 会 很奇怪哦 你就很容易会记住 我说再穷不能穷什么 再穷不能穷 教育 再苦不能苦什么 孩子 穷跟教育 苦跟孩子 是不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很多伙伴都一样 如果你在平常准备自己的素材的时候 你可以多准备这些相对词 所以就好像说相对论其实怎么样 并没有那么难以了解 所以你可以准备很多很多相对的词汇 举例好了 爱因斯坦在刚开始把相对论提出来之后 大家一般人来讲都不容易了解 知不知道什么是相对论 但是很难啊 我都不懂啥是相对论啊 可是各位 有人要求爱因斯坦来说 那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相对论 全世界都懂 爱因斯坦这么解释的 他说相对论就是 当你跟你最亲爱的人一起坐在火炉旁边的时候 火炉啊 烧火的炉旁边的时候 一个钟头过去了 你会觉得好像只过了五分钟而已 反过来说 如果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坐在火炉旁边 就算只过了五分钟 你以为像坐了一个小时一样那么久 这就叫相对论 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 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 你专注的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 因为理解了很多 会不会注意到火炉的热度 不会 所以就算坐了怎么样 一个小时也以为只有坐了什么 五分钟 因为你不会在意那个地方 可是各位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相伴对不对 你一直看着那个什么 火 所以就算你只有坐五分钟 也像坐了多久 一个小时 各位好 所以我们要说的事情是 我们能不能经常性的 不断的举出更多的例子 让他们可以用浅显的方法怎么样 来理解 各位可以理解吗 因为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商学院 那这个商学院里面有很多的企业家来上我们课 这个课室里面加起来最少一百个异桌里面 他说那他们怎么一下课 就在外面就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就是因为每个人 三奶来说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算今天失去全部 我们也不怕 举例 各位 我们在经常跟海外的朋友介绍说 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商学院 那这个商学院里面有很多的企业家来上我们的课 那海外的老师来教课的时候 他无法想象 他说 林老师啊 你说你这个课室里面很多都是亿万夫 我说对啊 这个课室里面加起来最少一百个异桌里面 他说那他们怎么一下课就在外面就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我说因为他们为了创业 昨天晚上从十二点到早上六点钟 起床之前他们都没睡觉 他们全部都在准备这些创业的工作 他说那也不可能 他们怎么能睡在地上 我跟他说 你可能不理解我们大陆的企业家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含着金汤匙什么 出生的 我说这个土地 已经比他在农出的那个土地怎么样 更加的舒服了 然后再跟他讲 我说我们大陆的企业家 没有一个人是含着金汤匙什么 出生的 就是因为每个人生来来做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算今天失去全部我们也不怕 我就跟他讲 我说当我们什么都不怕了之后 你就要怕我们了 各位对不对 各位理解这个概念吗 老外可能一直不了解中国人那种创业精神 我说因为我们从什么都没有来了 今天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有 顶多怎么样 我回到原点而已 所以当我什么都不怕 你就要怎样 怕我 这是不是相对的说法 一样的意思 所以很多东西你可以去找也有很多那种成语啊 词句啊 有很多相对的词句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多运用 各位了解吧 可以多运用 那这对你的词汇帮助会有帮助的 再来 换一个名字 可能可以怎么样 可以更生动一些 当你说到某一个人 或说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也可以不用直接说出这个人 或者直接说出什么 这个事情 而是借助一些相关的代名词 来指出它的重要性 举例 来说好了 OK 下面有一些跟借有关的一些相关的关系 或代有关 举例 比如说OK 学好ABC 到处怎么样 都有用 OK 这在强调什么 ABC的什么 有用 强调英文的重要性 然后 我们有时候在讲说 签默什么 交通 基前什么 相闻 对不对 这是一种相对性的词汇 我们说宾格基位席 儿童近东生 各位这是以前古代的词汇里面说讲 对不对 也就是还没有 这个还没有打完上这个 这个意思怎么样 连孩子怎么样 都要开始出门了 都要打仗去了 好各位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在介绍的时候 像我 我大概会这样讲 我们为了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 中国式管理的专家 曾氏强 曾什么 教授 用中国式管理来取代一个 专家的名字 所以我们刚刚讲前面那个借位定位 我们接下来欢迎习惯领域的专家 郭腾尹 郭老师 给他找上一个名称 来作为他一个补位 或者作为一个什么 借位 这个是可以用 OK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讲说 各位 我们要邀请的是一位 可以让各位 听完他的演讲 如夏日之凉风 如冬天之什么 各位了解什么 当然也可以讲得很好笑 比如说 为给你介绍的是 夏天的冰淇淋 冬天的火锅 有没有 因为他的话语 往往可以给你带来 另外一面不一样的效果 无所谓啦 其实你不会那么多文词的时候 硬要去用 用错反而麻烦 对不对 OK 好了 有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言过其实 可是只要呢 它是相对在你的描述的词位里面 OK的还可以 举例 你说 形容某一个人又高又瘦 你会形容他瘦的像一根什么样 竹竿一样 对吧 这个时候这个词就怎么样 有点夸张 那怎么可以像竹竿那么瘦呢 那怎么像竹竿那么高呢 可是这样形容一下 大家有没有心里面 有个形容的样子 对不对 会有一个形象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跟医生说 啊医生啊 我发烧了 我这个头啊 好像火炉一样 这个是不是言过其实 因为头如果像火炉一样 这边全部都烧起来冒火 可是我这个火 像一个什么 火炉一样 来形容的地方非常热 OK 这是有可能 很多这种东西 对不对 都一样 就是形容这种对仗词的时候 让它看起来怎么样 更高一点 再来 如果你合理的使用这些 比较夸张的技巧 其实第一个 你很可以便于揭示 这个事情的本质 就是发烧这件事 第二个可能可以加强 你所说的话的什么 感染力 人们听到这种话是有感染 第三个可能可以 启发听众的什么 想象力 人们听到这样描述之后呢 跟着呢 就会这个被想象出来 但是应用夸张的技巧 要稍微有一点分寸 不要真的说夸张到太夸张 这样就不好了 特别是呢 跟领导人在汇报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 一定要怎么样 按照事实汇报 有时候你怎么样 会汇报太夸张就不好 报告老板 我们公司已经几乎全部倒闭了 你是要形容说很惨的意思 老板一听已经晕倒了 就老板死掉掉 真的倒闭 有没有 因为心脏病发作 那不是完蛋了吗 所以不要讲得怎么样 太夸张 太夸张 在汇报的时候 再来 一个词通常可以表示两个意思 有没有一语什么 双关 有没有 有时候一语双关的这些词汇呢 也是蛮好用的 可以 大家可以收集一些 一语相关的这些含义的用词 说到一个词就可以怎么样 兼集两个部分的效果 我想说一语相关的部分 各位应该是知道 生活里面经常不断的运用 多语收集就好了 再来 有时候用对仗句 或者是对比句 也可以经常不断的使用 我们刚刚不是这样的相对论吗 那对仗或对比 举例 鲁迅在战士跟苍蝇一文当中 说了什么话 他说 有缺点的战士 终究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 不过是苍蝇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鲁迅把什么 战士跟苍蝇拿来做什么 比较 这个比较里面 尖锐的讽刺那些污蔑革命者的 可耻的奴才 可是坚决的那些 支持革命的勇敢的战士 所以就拿出一个很夸张的 战士跟什么 苍蝇 来作为一个对比 好 各位 再来 加这种不同似乎进行对比之后 王伟卫当中又怎么样 看到两个不同层面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的里面呢 人们就很容易了解 再来是 有没有一些东西 比较可能是同样的韵伪 有没有 举例 有些人讲话带押韵的是吧 那如果你要了解 怎么念押韵的话 就是唐诗三百首多念一年 里面很多本来就是对仗 就是押韵 当你学会讲话之后 你的押韵就会变得更好 我自己本身是因为在当兵的时候 君子外调调到报社当编辑 我觉得我在报社当编辑 那段时间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段时间我们都要给这个文章下标题 那个一个新闻采访 回来给他下标题 或是编辑嘛 要下标题 下标题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想到 两边的句子都要对仗去 句子要对仗的 标题是对仗 对仗的后面练起来是要顺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练习 所以就自己有很多的机会 所以我是建议 在场的每个伙伴 每个朋友 您其实都可以怎么样 利用时间 你可以经常不断的 可以找一些句子来做适当的练习 最简单的练习法就是看报纸 或者看杂志 你看完一篇文章之后 你第一个看文章之前 先把那个标题怎样删掉 或者那个标题把它什么 盖起来 这样理解我意思吗 把标题盖起来 把标题盖起来之后 你就看那篇文章 看完文章或者看完报导之后呢 用自己的方法给那个标题怎么样 下一个新的标题 你这样的练习一个月之后 每天练习五到十篇文章 你的文字能力 跟你的说话的对账的能力怎么样 就变得很强 也会变得非常好 OK 而且比较容易变得押韵剧 OK 这是事实 好 举例 逃注在崇高的理想当中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演讲 里面有一个话 他说 他们为了自己的伟大的理想 有些人家可以不要 有些人官可以不做 有些人性命可以抛弃 真正是做到的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什么 曲 所以运用这些句子的时候 他有同样的韵尾 对吧 大家听起来就 那个力量就会从此出现 好处在刚才的文章里面 有两种技巧 一个叫什么 同构法 就是每一个分句 都有主体的结构 第一个是投韵法 就是每个分句怎么样 都用有来作为开头 所以他后来这个效果 就看得比较强劲 好 再来第七个 运用熟 比较大家共同熟悉的语言 或者运用一些术语 这也是OK的 好 熟悉的语言很多 成语多不多 格言多不多 邂逅语多不多 谚语多不多 惯用语多不多 各位了解什么 所以像我们出来 我们这样 OK 小评同志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所以因此 我们为什么会成立 这家公司 就叫实践家 OK 好了 所以我们在 来大陆之前 就叫实践家 来到大陆之后 发现 实践家的名字 还真的是怎么样 跟小评同志所 强调的真理 有很大的什么 接近 OK 所以运用名人所讲的话 运用成语 运用格言 这个都是很有力量 可以加强你说话的效果 举例 比如我们要形容一个人 怎么样 他不从正轨来 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走什么 走后门 或者走旁门 走道 走暗道 对吧 或者我们说这个人说的话 永远都不会兑现 哎呀 你每次都开什么 空投支票 对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的说语 所以 运用一些 大家都讲的话 好了 那如果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可能照本山讲的话 成为流行语吧 有可能 知道吗 像我们的员工 我到了深圳去 我的员工没有 老师啊 你是不是忽略忽略我 忽略忽略都来了 所以这个语言 其实会有它的什么 魅力 OK 好 举例 有时候运用一点广告词 也会有效果 对不对 我们这里不管 有时候帮别人打广告 送礼就送 你看大家都来了 就大家熟悉了之后 你在讲话之后 大家就会有怎么样 共同的感觉 比如说好 各位 我们知道这个 江中民同志提出 三个代表 分别是 你还是要提到 三个代表 一二三 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也有三个实践 这三个实践分别是 所以讲到三个代表 提到这个 当时我们的全国 推行的重点 现在还在努力实行 对吗 可是我们在三个代表之后 我们找到 我们这个行业的 三个什么 实践 可以是吗 一对上过来 既引用的名人 所提出的呼吁 又怎么样 落实了我们 可以做的比例 这个就是一样 可以做的一个 有效的事 或者有趣的事 应该这么讲 OK 这告诉大家 有很多 但这个词很多了 我们有太多东西 可以从词汇 我个人古书读得少 我说实话 否则我今天的 这个功力跟功底 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真的 你读古书读 读那些词 读了很多的人 他在说话的时候 就真的非常优雅 他真的是底蕴 非常非常的丰富 他讲任何东西 都可以从中国历史找到故事 任何东西 都有中国历史古事 可以跟你比喻 他讲任何东西 都可以有一诗 有一词 怎么样 可以跟你分享 都是从诗出古今 从这许多东西里面 怎么来的 那我是一个 过度太西化的 这个学习的结果 所以我说 其实每个人 都有它的好处 那么只要你真的 认真努力去收集 跟实践 有太多的词汇 都可以为你怎么样 所用 举例 格言 各位用的多不多 我们听过一些话 一寸光阴 什么 寸金难买 什么 寸光阴 我们说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们说时间就是什么 金钱 这句话谁说的 富兰克林说的 富兰克林 对 美国那个最有名的 那个文学兼八名家 富兰克林先生说 时间就是什么 金钱 这句话就变得 蛮有力量 我也可以讲 各位 时间就是金钱 五十分 各位 名人说 时间就是金钱 七十分 各位 富兰克林先生说 时间就是金钱 九十分 各位 全世界最受尊敬的 思想家 哲学家 以及发明家 富兰克林说 时间就是金钱 几分 九十五分 各位了解吗 好啦 所以那怎么强调 他一百分 各位 全世界最据 哲学思想的 发明家 科学家 思想家 富兰克林先生说 时间就是金钱 并且 他善用自己的时间 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创造了非常卓越的成绩 这大概是九十八分 就想到某一个人讲的话 不仅有效 而且怎么样 重要 而且呢 现在你也可以拿来用 这就不一样了 这是在讲一个人话的重要性 OK 好了 歇后语 各位讲的多不多 多吧 这是什么 这叫 比如说像这个 什么和尚打伞 是什么 无法无天 对吧 各位听过 这样的东西吗 各位 所以啊 讲到这些人啊 这些商家 真的是和尚打伞啊 然后下面的人 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对不对 知道就会很惑意的 说什么 无法无天 不知道就开始等答案 和尚打伞 就是什么意思 所以也会造来什么 造成那种注意力的集中 这是真的 很多很多 比如说举例 快刀切豆腐 是什么 两面光 对吧 快刀切豆腐 两面光 来形容怎么样 两面打好的意思 运用丰富多彩的语言 妙语连珠的表达自己的思想 对演讲者来说 会受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什么事情 只有抓得紧 跑不放松 才能什么 抓得住 要光明什么 政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 来各位 我们来分享一下 毛泽东毛主席 他当时这个长征的过程里面 对吧 在当时整个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 在当时的所有 不管是在抗战也好 OK 或者是在这个迈向国家 后来整合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都说了很多的话 对不对 因为很多的话语在很多不同的什么 时刻 因为他出现了 所以怎么样 带来很多的相对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讲过的一些相关的话语 我们精选的几句话 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他经常讲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诶 你们读过吧 诶呀 这你们读的比我精 对吧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要去鼓励大家怎样 鼓励学生好好学习 可不可以用毛主席说的话 大家是不是要鼓励各行各业的人怎么样 你只要肯学习就有机会 可以竞争 可以往上爬 可以出头 可不可以用这句话 各位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说各位在场的伙伴们 我们都要一起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诶我是最近才开始学毛语录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 好 来 那你们一定会了 什么事情只有抓得紧 好不放松才能什么 抓得住 这句他讲的 什么事情只有抓得紧 好不放松才能够什么 抓得住 所以简单讲抓得紧才能什么 抓得住 所以我们就问大家说来 所以现在 大概比如说跟领导讲话 对不对 所以您到底这个能力资源 这个部分有没有抓得紧啊 这个时间管理有没有 抓得住啊 抓得紧能力资源管理 才抓得住我们这些好人才啊 抓得紧时间的管理 才能够抓得住的一分一秒 来创造更大的绩效 很多东西 当然是本地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 所以你可以用这些熟悉的话语来说 来 这个位置再来 蒙主讲的第三句话 要团结 不要 分裂 诶诶诶读过了 要光明什么 正大 不要搞阴谋诡计 诶诶诶 都一样哦 对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 当你结交一个朋友 谈到人际沟通的时候 这句话可不可以拿出来说 各位会不会 当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 开始有部门斗争 对不对 思想斗争 开始搞思想斗争 我刚才回来大陆的时候 听到搞思想斗争 不太能接受 我听到搞这个两字呢 也不太能接受 后来发现 其实就是每一个地方 不同的用词罢了 对吧 习惯性用词就是好用词 大家听得懂的 就是好用词 OK 再来 什么叫工作 工作就是什么 你记得工作就是斗争 所以什么是工作 工作就是斗争 那这句话是干啥 就告诉你说 那你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 你要全力什么 以赴嘛 对不对 要对思想做斗争 对时间做斗争 对每个时间做斗争 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有一番最大的道理 这个很好 来 再来 依靠意外的便利 侥幸 取胜的心理 必须要怎么样 扫除 干净 所以告诉大家 很多东西 不要只有以外呢 依靠那些不实在的 外在的东西 要怎么样 更认真 更努力 好 再来 第七句 他说 你们有许多的 长处 有很大的 功劳 但是你们切记 不可以什么 骄傲 这也是毛主席 毛主席里面 你们所提到的话 所以对这句话来讲的话 那我们再提醒一个人 要谦虚 对不对 就可以引用毛主席上的话 跟大家来讲 再来 不论做什么事 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 就怎样 做不好 那件事 所以提醒我们身边的 每一个人 要更审慎 更谨慎 用更多的智慧 去了解每一件事情 再来 这个你们应该会了 眉头什么 一皱 什么上心 记上心 对不对 然后可以多想出 一些什么 智慧 对不对 对呀 所以提醒大家 没事 当我们想不到的时候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要好好的思考 散用你的脑筋 才可以做得更好 对吧 再来 第十句 他说 我们的任务过河 但是没有桥或船 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什么 空话 对 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就来讲空话的时候 没有人落入 列入怎么样 实际的范围的时候 这句话就可以出来 对不对 好了 他也说 第十一句 别像什么 井底之蛙 一样 因为天不止一个井 那么大 所以如果我们很多人 只有固守自己的本位 只有在自己的一个部门 对不对 只有看到自己那一方 小天地的时候 本位的时候 这句话怎么样 就很有用 提醒大家 不要局限自己的思考 缩小自己的格局 再来 第十二句 他说 人们的思想 必须要适应 已经变化了的情况 各位 当时的话 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面 作为提醒每一个人 要跟上变化 重要不重要 重要 依然是重要 OK 再来 第十三句 他说 只有远见着势 才能够不失前进的方向 所以提醒大家 要站得越高 才可以看得什么 越远 中国道路有没有一些歌 是跟 跟看得高 看得远有关 有没有这样的歌 有吗 我不知道 这是另外一个提醒 有时候在说话的过程里面 当你真的觉得需要的时候 只要怎么样 上一首歌 或者前面唱什么 两句 那个现场会不会带来影响 各位会不会 会哦 各位了解 举例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的创业是一个 童话 后来才知道 只有我们彼此愿意有所约定 那么即使 刚开始我们创业者的心 很多人会说 其实我不懂你的心 但是只要认真努力 全力以赴 你就会爱拼 才会赢 各位 这里面都在干啥 歌词 或者歌名 各位了解吗 你把这些东西串一串之后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很熟悉 这样懂吗 甚至在讲话之后 可以把什么 可以把一些歌词里面 真的可以唱两句 其实OK的 真的可以唱两句 那是没有问题的 举例 比如说OK 好 所以在场的伙伴们 你是那披着羊皮的狼 然后你就顺便喝两句 我是不会唱的 怎么唱 好像又不流行了 是吧 各位你看这个 大家对流行的接受程度很快 很快就不见了 那老鼠爱大米怎么会 所以有些人讲话之后 讲的就是说 各位 请说真的 我此歌的心情就像什么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各位有没有效果 有 而且通常你没唱的 他们自动还继续唱 人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你在说话的过程 如果你稍微用点心 真的 一点点小事而已 你稍微用点心 把目前大家这些东西 所以以前的演讲者 大概不会把很大量的歌词 拿来运用 但是现在的时代 因为能不能太多了 各位 所以在场的朋友们 我们必须要告诉大家 今天各位到这个地方来 想说就说 想唱就唱 是不是又来了 想唱就到这边 抄你的主题去 所以你去大学 怎么去校园里面演讲的时候 啥事不闭嘴 各位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今天演讲的主角是各位 不是我 所以任何问题 你想说就说 想唱就唱 第一句是什么 我不会 但是你们会 那就啪 在那个适当的族群怎么样 这首歌就来了 像我们也是 我们经常很多说话 就是引用 举例 比如说 所以在场的朋友们 说真的 我们经过今天这么多的分享之后 你很清楚的知道 家 毕竟才是我永远的 递风港 家 才是我们最后的港湾 而父母 永远在那个港湾 像一座灯塔一样 守候着我们 等候着我们 所以 各位亲爱的伙伴们 其实你有空的时候 常常 回家 看看 就来了 对不对 唱回家 看 不用从前面唱 唱副歌就会 我也不会第一句 对不对 那你只要一唱 唱回家看看 有没有人唱 肯定有 所以各位赞争的老朋友们 最后真的要提醒大家 所有一切的努力 都要怎么样 最后带给自己一生的平安 所以亲爱的伙伴们 在场的每一位企业家 我先在这个地方 真心的祝福各位 祝你平安 有没有听过这个歌 祝你平安 然后音乐就起来了 就怎样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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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对不对 各位不会唱没关系啦 CD一放就会唱了吗 你只要负责唱第一句 后面绝对有人唱完 那种整个感觉 就会变融合在一起 所以运用文字 运用先后语 运用这所有东西之外 不要忘记运用歌词 这个很重要 而且很简单 而且通常怎么样 很有效 OK好 再来第十四个 那么我们已经讲过 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一样 摆在我们的面前 看我们敢不敢怎么样 承担 所以鼓励大家怎么样 勇敢地承担这个大担子 第十五个 他说错误跟挫折教训的我们 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 而我们的事情呢 就会办得怎么样 比较好一些 所以遇到错误 遇到挫折之后 就可以引用 对吗 再来他说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对吧 所以任何东西 都会要有一个什么 理由的 所以提醒大家 去找到最后的理由 再来十七个 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 热烈而镇静的情绪 紧张而秩序的工作 我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是经典 又要热烈又要镇静 那不难 不是不难 那很难 对不对 可是紧张又要怎么样 有秩序 所以提醒大家 你要怎么样 外热可是怎么样 里面要怎么样 要内敛 要很稳定 要很稳健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有些人怎么样 热过头了 就忘记到里面 这份相关的正经 OK 再来第十八个 他说 不要勉强了 去做那些实在 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提醒每个人 可以认识自己 能力的极限 第十九个 毛主席问我们 时间家背书了 他说 不要做空谈家 要做什么 时间家 所以毛主席 还有邓小平同志 都已经为时间家 说了两句话 所以我们要不要把这句话 拿来放在我们的 实践家的标志下面 要不要 要 引用毛主席说的话 我们实践家的名字 有没有突然变得很有力量 我就说 毛泽东主席说 不要做空谈家 要做实践家 然后再说什么 邓小平同志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 唯一的标准 实践家 一个秉持 伟能思维 走在时代前端 真正的 实践家 感觉非常不一样 对吧 所以真的非常 谢谢毛主席 有很多的话语 其实你要从里面去找到一些好的部分 可以共通跟共用的部分 因为我之前没有读过毛一路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内容 可是我觉得挺有趣的 我觉得挺有趣的 来第二十个 前途是什么 光明的 道路是什么 曲折的 所以就当你看到亮光的时候 要注意怎么样 你要经过这些道路 对吧 那么如果那个一个人 再来 再补充几句 二十一 下定决心 要不怕什么 牺牲 排除万能 去争取什么 胜利 对吧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用一些话语来自我做出更好的提醒 好了 所以我们这几节节目当中 各位谈到 可以用更多的词汇 更多的歌词 邂逅语 谚语 格言 唐诗 三百首 不管对仗语 相对论 任何东西 只要你去运用 它本身就会带给你 带来怎么样 更大 更有效的 力量 我是林文贤 谢谢各位一起来学习 魅力口彩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